说到魏哲明,算是入行晚,发展快的典范了,26岁才转型成为演员,从27岁到现在,已经拍了18部线偶剧,有个称号是线偶剧,天选打工人。 魏哲明身高1米83,五官立体,脸部轮廓线条分明。 出色外貌,给人一种视觉上的享受,观众们会被他的演技和颜值所吸引。 所以,身边一些女孩子表示会因为他而追一部电视剧,这就是流量型的演员,也难怪他能无缝进组拍了一部又一部偶像剧,因此被誉为尽将再逃男主。 因为参演的线偶剧多,也难免会有人设、剧情差不多的情况。 他有三部线偶剧,都是先婚后爱的类型,分别是完美先生和差不多小姐,贺先生的恋恋不忘和现在热播的私藏浪漫。 搭档分别是徐若涵、胡亦璇和张嘉宁,看看谁和魏哲明更有CP感呢。 一、完美先生和差不多小姐,有不少人都是通过这部剧入坑魏哲明的。 魏哲明教授张思年就和剧名一样是个完美先生,方方面面都是顶尖。 出身学术世家,智商极高,拥有最无可挑剔的履历和完美无瑕的容颜。 同时,他是凡事追求极致的完美主义,重度强迫症患者,界限感分明,生活中处处是红线,不容任何人跨越一步。 感情经历一片空白,无心恋爱,一心科研,妥妥的万年铁术。 而徐若涵扮演的云书是随意统计学,专业的佛系女学生,佛系阳光小美女,人屡败屡战,乐观开朗。 各方面都不突出,糊里糊涂,大大咧咧,无欲无求,凡事差不多就行。 和张思年是个相反的极端,两人简直绝配。 高冷禁欲男神就要这样软萌可爱的大学生来治。 因为张思年爷爷癌症晚期,直言最后的愿望,就是希望孙子能有一个家。 男主就拜托女主开启了契约婚姻云书就这样,成了张思年夫人。 两人同在一个屋檐下居住,感情逐渐加深,最后也假戏真做,非常甜,也很小清新。 当年播放量还是很不错的一部小甜剧。 二、贺先生的恋恋不忘,又是一个先婚后爱故事,还男女主一起带娃。 魏哲明扮演的贺乔燕是富二代,贺氏医疗生计集团CEO,身信前可以解决一切问题,霸道强势,骄傲自恋。 与胡逸玄扮演的秦以悦的相识,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不知所措。 这是典型的古早霸道总裁文,改编自秦夜的小说《贺少》的闪婚暖期。 贺乔燕为了幼时遭遇车祸,留下心理阴影的萌娃小宝贺为妃,与儿童心理咨询师秦以悦先婚后爱,最终温暖善良的秦以悦逐渐治愈了孤僻冷漠的贺家父子。 贺乔燕在女主面前算是霸道和可爱,可以随时切换,两人一起带娃,小宝的出现促进了二人感情。 三,私藏浪漫,这次魏哲明虽然又是人夫,但不再是高冷男神和霸道总裁,而是父亲去世母亲重病,靠自己打拼的海归精英脊玉衡。 为了能支付母亲治疗的高昂费用,选择跨航工作,拥有不菲年薪。 在感情方面也是纯爱,暗恋同学图晓宁十年,一直小心翼翼。 在她和前男友分手后,得知急于结婚时,抓准时机出现快速表白见父母,完成闪婚。 婚前详细告知图晓宁自己的家庭情况,婚后也尊重她想法,适应她生活节奏,简直太完美了。 以至于网友都在感慨,这么浪漫的恋爱究竟是谁在谈啊? 因为两人在同一银行工作,所以还开启了办公室隐婚的模式,让人在感受甜甜谈恋爱的同时,还有工作中的励志感觉,不会让人腻。 反正这两人在一起很生活化,有很多小细节,先婚后爱的过程中有甜蜜也有矛盾,但都会学着怎么去处理。 陪伴就是最常情的浪漫,让人忍不住嘴角上扬。 那么,你更喜欢哪部剧呢? 私藏浪漫大结局,几玉恒夫妻辞职,图晓宁转正,赵方刚呈傻貌。 夫妻关系曝光后,年薪百万的几玉恒辞职了,图晓宁却在戴瑞银行刚刚转正后留下来,会有进一步的职业发展。 这结局让人惊讶,特别是对于赵方刚,简直颠覆了他的认知。 赵方刚目瞪口呆,自己平时有部门消息第一人的称号,怎么就踩到这么大一颗雷? 名声竟然栽在了同事隐婚这事情上。 自己是图晓宁卫妹妹,可是图晓宁却做了她的大嫂,还当间谍,她却浑然不觉。 这跟洁皮可没关系,完全是情报失柴啊。 赵方刚问,平日里跟图晓宁谈的那些有关老大的事情,他回家后跟几玉恒提过吗? 听到图晓宁说,只讲了一部分,赵方刚顿悟。 怪不得老大有时候会对他进行一种死亡凝视原来如此,悔不当初啊。 同事许逢生庆幸自己只是旁观看热闹,没有背后议论领导的是非。 即便如此,同事们还是没搞明白,既然隐婚事实被揭穿了,那不是应该保住夫妻中职位高的那个人吗? 为何已经做到行长的几玉恒却辞职了,而刚刚转正的图晓宁却留下来了呢? 这样划算吗?真实吗? 这就要谈及原著作者轻暗写作小说《办公室隐婚》的初衷了,这是一本纯爱文学的作品,就是想塑造几玉恒这样的纯爱战士,呈现一辈子只爱一个人的唯美婚恋,展示普通女性的成长过程。 张嘉宁、魏哲明、王芝等人主演的私藏浪漫《一天才播一集》,这进度远远满足不了观众的追剧需求,为了让大家嗨起来,追剧更有感觉,可以有地方使,不妨先赌为快援助大结局。 一、几玉恒母亲病逝,几玉恒幼年丧夫,跟母亲相依为命,可母亲却又罹患癌症了,这给几玉恒带来了生活压力。 为了多赚钱,给母亲治病,几玉恒加班加点努力工作,这就没时间陪在母亲身边了。 几玉恒和图晓宁领证结婚后,图晓宁的父母倒是跟亲家母相处得很融洽,一大家人其乐融融的。 几玉恒母亲病重后,只得住院治疗,还要接受一次次化疗。 为了不让儿子担心,她总是轻描淡写自己的病情,让儿子别担心,去安心工作吧。 为了不让几玉恒工作分心,图晓宁承担起照顾婆婆的任务,她一下班就赶来医院,端茶道水喂饭,对婆婆悉心照料,而几玉恒却由于工作需要出差去外地了。 听到母亲病危的消息,几玉恒无法接受,不愿面对,她选择了逃避,为此还跟图晓宁伴嘴吵架了。 继母病逝前,有回光返照现象,她那一天特意让儿媳妇喂饭,跟图晓宁讲,这又讲那,婆媳相处得很好。 看到婆婆吃完饭,心满意足想休息一下,图晓宁就去洗碗了。 可是图晓宁做梦也没想到,等她洗碗回来,婆婆却突然病逝了。 几玉恒的小姨和姨父听闻噩耗,赶来医院,图晓宁的父母也来了,两人看到女儿呆若木鸡,给出抚慰。 图晓宁问父母,自己是不是不孝,婆婆去世了,她怎么哭不出来,甚至连一滴眼泪都没有。 父母很心疼地安慰女儿,说她这时悲痛到了极点,才欲哭无泪的。 就在图晓宁精神依旧恍惚的时候,几玉恒终于赶到医院了,她物资呆站立着, 没想到小姨一见面,就直接打了她一记耳光,痛斥她的不孝,说母亲去世了,她竟然不在身边,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,哪有这样当儿子的,也太不孝了吧。 几玉恒直接跪倒在母亲的遗体前,连磕几个响头,诉说着孩儿不孝。 图晓宁看在眼里,很是心疼,回想着婆婆生前的英容笑貌。 图晓宁为母亲守校一整夜,图晓宁陪着她,还哭着说,对不起,都怨她了,她如果不去洗碗,妈就不会走的。 小姨看着这对小夫妻,愤怒的心直接就软了下来,她抚摸着图晓宁的头说,可怜的孩子啊,她挺不容易的,她错怪她了。 继母的丧事进行了减半,去殡仪馆火化,骨灰送往墓地。 在墓地,图晓宁第一次见到了公共的遗诏,原来几玉恒长得这么帅气,是有遗传基因的。 安葬的继母与继父两人的墓碑病例,唯一不同的是,继母的墓碑落款除了孝子几玉恒,还多了一列孝席图晓宁。 图晓宁和己玉恒这才意识到,结发夫妻就该这个样子,即便今生有分离,却此情不渝,生同亲死同学。 办理母亲丧事的过程,让己玉恒和图晓宁瞬间成长了,己玉恒终于突破自我,敢于面对生死了,图晓宁也第一次经历生离死别。 生活还得继续,适者安息,生者奋发。 第二日,图晓宁和己玉恒就去上班了,没有耽误任何工作。 二,唐宇惠辞职,转正后的唐宇惠,自我骄傲了一段时间,还在工作上对图晓宁指指点点了一番。 唐宇惠本想着可以借助自己在工作上的出色表现,来接近诗哥,讨得己玉恒的青睐,可是几次三番下来,他总是受到己玉恒不冷不热的对待。 正当唐宇惠准备在工作上大干一番时,却得知诗哥已经订婚了,他很是失望。 叠加其他原因,唐宇惠辞职了。 三,饶敬辞职,饶敬怀孕了,而她丈夫有一个调生国外的职场机会。 饶敬知道这是丈夫梦寐以求的升职机会,就自愿做出牺牲,主动辞职,她要去跟随丈夫,生孩子过日子。 饶敬觉得,工作没了,可以再找,而真爱如果没了,可就真的没了。 辞职时,饶敬将自己这高级客户经理的客户资源给了图晓宁,还对这个徒弟进行了一番鼓励,让他好好干,会出成绩的。 看到饶敬辞职,赵方刚很是郁闷,饶敬很幽默地说,开心一点吧,他这时,再给他疼地方。 他走了,赵方刚才能晋升到他的位置啊,然后升职更高。 在对饶敬的欢送宴上,大家才看到了饶敬老公这个人,这是个挺斯文有教养的男人,饶敬怀孕不能喝酒,他替他喝,还言谈举止很得体。 四,圆娇被迫辞职,圆娇仗着有点关系背景,不但抢走了图晓宁的转正指标,还故意抹黑图晓宁这个人,非议图晓宁与己玉衡等人的关系。 他在日常工作中也是投机钻营,狗狗盈盈,唯利是图。 圆娇再次栽赃陷害图晓宁时,己欲横忍无可忍了,他指出了圆娇过去的各种违规之举,小已厉害,劝他要么主动辞职,保住颜面,要么名誉扫地,被公司开除。 事实面前,刚刚转正的圆娇抵赖不得,只得被迫辞职。 五,图晓宁终于转正,在打入VG公司的工作中,图晓宁歪打正着,一场英雄救美,就下了大公司老总的妻子耿念一,进而搭上了跟夏明锐接洽谈判的机会。 己欲横将喜讯和工作进展汇报给总行,还马不停蹄做出了融资方案,获得合作机会。 在总行领导赞誉己欲横工作能力超强时,己欲横看准时机为图晓宁美言几句,说这一切都离不开图晓宁的最先接洽功劳。 总行领导因此调阅了图晓宁的履历,还特批让图晓宁转正了。 五,图晓宁和己欲横婚姻曝光,小夫妻下班后,在轿车里亲热一番,然后回家,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。 可是图晓宁和己欲横这么放纵了一次,却被人偷拍了,两人亲热的视频还被发布到了戴瑞的内网。 面对这局面,图晓宁很是恐慌,己欲横被总行的人叫走问话。 慎重起见,总行还为此成立了调查组,进行详尽调查。 己欲横第一时间登陆了公司内网,直接将与图晓宁的结婚证置顶,来平息舆论。 赵方刚等人这才看明白,老大与图晓宁领证结婚的时间,比图晓宁来拓展一步的时间都早。 太令人意外了,他竟然一点都没能看出来,这隐婚引得也太密不透风了吧。 六,己欲横辞职,经过总行调查,认定虽然图晓宁的转正和成绩,己欲横没有逊私舞弊之举,但是两人毕竟违反了多项行规,必须要受到处理。 鉴于两人在工作中都很出色,都做出了不俗的成绩,总行调查结果是,二选一,必须离开一个,只能留下一人。 己欲横的直接上级领导觉得,这有什么好选择的? 肯定留下职位高,工资高的己欲横啊,让其妻子图晓宁辞职就行了。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,己欲横主动提出了辞职,而刚刚转正的图晓宁却留下来了。 己欲横给出的解释是,只要有图晓宁,他在哪儿都会有前途,他曾经为她而来,现在为心爱之人而去,无怨无悔,他只能护她到此,以后就看图晓宁自己的表现了。 在戴瑞,还有图晓宁的理想,那就放手一搏吧。 很显然,己欲横成为图晓宁的无名英雄,他实现了学生时代对他的美好倾诉。 林卫一和奇欲经历过分手,又复合,两人终于在一起了。 图晓宁庆幸自己的成长经历,也为闺蜜林卫一高兴。